可以嗎 出席民進黨中常會 陳其邁才剛簽完名 就被cue到鏡頭前 脫下口罩 滿是藏不住的笑意 不管我人在哪裡 高雄都是我一生懸命的地方 我希望我的故鄉可以更好 這個是我作為一個高雄子弟 一輩子努力的目標 我相信院長最後會做 一個整體性的考量 當有結果之後 就會馬上跟各位說明 從大理事長到投入補選 傳出陳其邁都在人選名單內 眼看海派交好的鷹派人馬 將入主港督 港內各派系 對於陳其邁 能否代理事長出現雜音 既然要參與補選 那也不疑求援兼裁判 其邁過去曾經敗選 那如果直接來代理事長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不好的批評 我覺得陳其邁 應該直接宣布參選 而不是代理事長 今天要討論補選的辦法 可能在後續的這個常會或職會 再來做討論 局勢跟政國會同時發難 向陳其邁代理事長的正當性不足 花媽子弟兵高敏林 還搬出民進黨支持者說 黨內高雄不是只有陳其邁這個人選 最快 這有些不是超自愛我 有些還是要再徵詢更多的 這個黨內的這個意見 或者是機制來處理 說服高雄 陳其邁原本被視為黨內參選的最大公約數 但隨著代理事長人選即將攤牌 眼看海派在高雄就要全部拿下 各派系開炮也不手軟 記者黃明鈞 魏文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